女女白天很多事 昨天晚上有新事 幫妳搞定 處女家務事 哪一個存錢法 一年呢 可以讓妳存到最多錢 到全新存 新的啊 每天存喔 雖然很麻煩 可是一年可以存六萬多 很多 我建議大家 是比較簡單的理財的一個方法 我們就買呢 指數股票情侵 叫 ETF 情侵的年化報酬率 是在7%左右 新年之後就會有 一百零三萬 其實呢 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我 真的很想要好好理財 但是理財的第一步呢 首先就是要 所以呢 一開始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思考一下 到底有哪些生活習慣 會造成我們過度開銷 而存不到錢呢 第一個可能就是 我們就來去逛逛便利商店吧 這很正常啊 吹個冷氣 買個有飲料 OK吧 對啊 好像感覺有事沒事 就要來走一下 對啊 好 第二個選項呢 就是我工作了一個禮拜 真的很辛苦 所以到了假日 我一定要吃頓好的 好 第三個選項呢 就是月初我就要把生活費 全部領出來 放著 我看到那個 我這個月就很有鬥志 對 看到錢 才有那真正的感覺 對 可是我覺得 這三個 感覺到底是哪一個 是會真的讓我們過度開銷 我們請來賓來選擇一下囉 小孩你覺得你存不到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吃嗎 對 我有 我大概上上個禮拜吧 剛錄完一個美食節目 然後吃完六夾 你這個很不合理啊 因為你的節目本身就在吃 那已經吃飽了吧 但因為那一天吃的東西 實在我也不是很滿意 你吃到什麼真的 空虛 空虛感 空虛感 剛好晚上我又跟我姐 他們約吃飯 我就開始打溜 然後那攝影師整個傻眼 攝影師小小聲地跟製作人說 已經吃完六夾耶 那種感覺真的是 就是一整天吃了很多東西 但又不是你喜歡吃的 又覺得好像 對 還好一點空虛 所以你是不是在吃的花費上面 比較沒有預算 就是說想吃我們就吃 沒有任何的那個上限 好 那甜甜呢 便利商店它有很多從 很多種那個不一樣的家 例如說全家 然後 OK 每一家多那個明星的東西 都一樣 對 然後每間優惠品都不一樣 它會擺在那邊 那你會覺得 來這邊買會有優惠 你一定要在那邊囤這邊的貨 然後去另外一家 它有另外的優惠 你要囤那邊的貨 感覺它反正都是日用品嗎 不拿好像對不起 對 然後再加上每一個地方 它給你的幾點的點數 換取的東西都不一樣 這全掃下去就不得了了 我覺得便利商店 對我來講就是很 比較一般般 因為便利商店 你要再花再多錢都很難 可是因為我之前曾經 因為想省錢 我就想說那自己煮東西 我就跑去大賣場 我就想說五百塊 你可以買一個禮拜的菜了吧 結果一到大賣場裡面 什麼都想買 又或更多 本來是想花五百 結果花到五千多塊 一定會 我是每次只要去逛那大賣場 我最會就是失心瘋的 就是在毛巾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再走到那個毛巾去 然後我就覺得 我家毛巾該換了 然後就會拿那幾條 新的在那邊搓臉 覺得真的好軟 好舒服 那都不知道上一個阿公阿媽 不知道抽過幾條 毛巾啦 地墊啦 我就是整組都想換耶 真的很可怕 就是你看喔 其實聊完這種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罩門耶 而且我覺得今天來賓 請得太好了 生不太來 洗太去 我們要趕快請這個立方姐 來幫我們公布一下 到底陷阱在哪 我覺得最大的限制就是 沒事逛真的 得獎了 因為現在喔 甚至你去 不管是賣場或便利商店 你根本不用帶錢 現在一大堆配 對 你配來配 Apple配 安排來配 是不是都已經逼出去了 對 所以根本你錢花了多少 五感 五感 真的超五感 所以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限制 反而那兩個 我剛剛就說 假日要吃好料 我覺得反而是好的 對 為什麼 我們上班這麼辛苦 難道不用犒賞票 但是他上班就在吃 是喔 要問他 沒有 千萬 天天 好 所以我們要來請教一下 立方姐 到底還有哪些 其他的生活習慣 有可能導致我們 真的存不到錢 我覺得有兩個生活習慣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 你完全不知道錢花到哪裡去 就像你囤了很多 請問你有細數過 你家裡的這些相關 你囤了幾組嗎 因為會往櫃子塞 對嘛 所以有時候放到快過期 你都不知道 就快給送朋友 對不對 這是 沒有送給我 過期了 集齊品都可以賣了 然後第二個 是沒有揮掛的 我隨時有空 我說走就走 衝動的消費 像我自己有一對朋友 就是我的同學 夫妻 他們年薪三百萬以上 可是他們卻私底下來 跟我算是 年薪三百萬以上 他一個月大概平均有二十幾萬 可以花 但是他們告訴我是什麼 說立方我年前有比 大概我獎金大概六十幾萬 你覺得 我說很多耶 可是你覺得我應該是 先拿去還卡債 還是把它拿來 你告訴我有什麼可以賺的 來幫我投資 一個月年收入三百萬 當然有卡 對 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這對夫妻 因為是頂客族 也沒小孩 不像我們還要養小孩 所以他基本上就說 我們就是飛一趟杜拜 有空就去 因為在傳播界 其實有時候搭架很難排 對不對 所以有空就趕快買了 機票就飛去 第二點是什麼 像他們就覺得 最近又買了這個 雙B的名車代步 我說你怎麼有錢 他說現在很多零利率 我說你不知道零利率 很多陷阱嗎 他說我知道 只有前三年零利率 後面就是很多了 他說所以我想到了 我就開前三年都零利率 然後呢 第四年賣掉 要還本加息 都要還之後 沒關係 我第三年 開到第三十六個月 我就賣掉 再還一台零利率 你知道你換掉 那個折就有多高嗎 因為只要車 你換掉的車款 搞不好還不了 然後說那時候 再墊一點錢就好了 所以他們是這樣子 一個消費的模式 導致真的都沒辦法存到錢 對 可是我們也有在成長 有嗎 比如說有 我有在成長 比如說你看我這麼愛出國 對不對 那機票 你確實也沒辦法規劃什麼時候 就是可以買到便宜的機票 所以我就大策大悟 對啊 你現在是家屬耶 機票好便宜 我人生非常大的一筆投資 就花在這個上來 如果你老婆看到這一集 說因為是這樣才娶她的話 你幫你取消 我在我的結婚典禮上 那我也這麼說 為了要出 對 那甜甜呢 就像你平常都是 在家裡都不出門 這樣也會花到錢嗎 我跟你講 其實 像我們這種宅女更容易 因為像網路會直接 連結到電視 你看得更舒服 然後網路現在有很多 很多的直播 我知道 那很多現在 比如說你要看這個台 你要付這個台的會員 對啊 我又要追那個劇的話 又要買那個平台的會員 就像現在紅的那些戲 你要看 你一定都要加入他們的會員 你才能看 不然他就會讓你說 那你看完一集之後 對 你就會是一件 對 誰送的 對 所以你的 那他真的會立馬給他按 對 而且動不動 你就是你看劇 他在那邊賺圈圈 你就超賣送的 然後你就打去說 快點幫我升級到光籤 光籤 對 這是我最近才做的事 然後又再加一些錢 每個月 對 然後這個同時之外 因為光籤網路就跑得快 所以你只要看直播 就不卡卡了 對 然後最近很多賣那個 鑽石 不是鑽石 鑽石 難怪我不要鑽石 我想說的 就是因為在水晶界的鑽石 然後他就會說 來...我給你看這條 你的感覺有眉筍 那我想說這是我啊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唱 用的蹭蹭棒蹭 然後在那邊看 你們看看 不要怎麼看這真正的水晶 你就看他這個光澤 我用電話的跳下去 然後他就是很透明 你就會覺得 對... 所以這種你就給他買下去 因為你感受到了磁場了 因為他想要感情運 對 而且你一定要買大一點 他說亮麗而圍 不然他想要快 想要唱 想要唱 跟他想頭上 你把他放下去 真的 你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一天到晚在 花錢買感情 對 真的 對 然後後來之後 真的是會打到你的人心啊 就是可是那些鑽石 他就會給我很多 就是希望 甜甜你這樣真的不行啦 這樣被小哈講中了 真的在用那個 金錢在買愛情 對啊 可是後來他也沒有 跟我有感情啊 可是你簽了 那這樣還好啦... 那也好啦 這樣更慘好不好 要不然你花 真的 沒有 要不然你會花更多 可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一個陷阱 其實像現在網路啊 手機啊 什麼等等 它有很多加值付 這個也是一個陷阱對不對 對 然後他會要你幹嘛 就是如果你沒有來電 或透過網路申請取消 第四個月就開始計費了 對 我跟你講喔 現在超多那個APP 對不對 那個軟體 什麼都是這樣 然後其實它都有寫 比如說像我們那個剪輯有沒有 大家都很愛剪輯嘛 對 它連那個都會寫說 試用期是七天喔 對 然後之後就是每一週 然後你如果沒有去按取消 它的費用也不便宜 對 而且它不會跳出來 通知你時間到期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你的卡上面怎麼會有 例如說從APP的那個 App Store 然後扣款... 都是那些小軟體 所以其實現在這種的陷阱很多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現在大家很潮 不是都要去健身房嗎 除了這一波疫情 可能受一點影響之外 其實它就 你剛開始就覺得 他會不會想要運動 你自己應該也是 就去了之後 前三個月很熱衷 第四個月開始 從一個月去 每個禮拜去 變成一個月去兩次 變成一個月去一次 甚至三個月變一次 然後每個月的月費 他還一直都在扣款 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 或者是那個 你的程度這樣一點 他不見了 等一下這樣子 反應一直講 你很有感觸是不是 他覺得郭姐姐不了解他 所以我差不多在 所以我差不多在一年前 我就覺得好 我要努力健身 我就去加入了健身房 去幾次 去幾次 去過一次嗎 六次吧 你看他 剛剛講到小哈的痛 我覺得沒關係 我花勤至少就是 買到開心也好嘛 對 但是就是總是 對未來要有希望 要強迫自己儲蓄 所以現在要問大家 下面哪個投資方式呢 是最能強迫自己 儲蓄的方法囉 第一個就是 買零股 第二個就是買雞精 不是你嗎 第三個就是 儲蓄選 這三個 哪一個是可以 強迫儲蓄的 功效是最大的呢 好 所以小潔選的是 基金 你有在買基金嗎 我之前曾經有買過基金 因為對於我來講 就是它可以自動扣款的 是最方便的 就是都不用 不用去想說 要投資在哪裡 或是想很多 所以基金我就 每個月讓它扣 三千多塊 定時 對 然後其實我之前也有 存到一小筆錢 可是後來好像 因為出車禍腿斷了 需要一筆錢 所以我又去把那個基金 解掉了 就拿出來 可是那還好你當初 又買那筆基金 強迫存一筆錢 所以可以應急對不對 對 還好有 就是那筆基金 不然我那個時候腿斷了 我基本上是沒有錢 然後你有記得 你基金的績效嗎 我都沒有記 反正我就是 比較有錢 有錢可以用就好嗎 很正常 它有時候可能是付的 它不重要 因為它只要腿斷的時候 有人可以付醫藥費 對 我那時候就好像 解掉的時候有三萬多塊 但我不記得 我到底賠了多少錢 好 甜甜是覺得是儲蓄險 我是被強迫的 因為凱樂一開始 她最早還是叫我投資基金 然後但是我就 基金我就看不太懂 然後後來凱樂就說 那妳就買儲蓄險 她說因為儲蓄險 妳拿不出來 然後他們都要簽 那個幾年幾年的約 如果你提早拿出來的話 你必須會損失很多很多的錢 對 然後終於我已經繳了一半了 所以我把一半解掉 拿去之前買那個電視的精品 然後後來但是 你知道很妙啊 這個時候突然就出現了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就是 本來別人想要撮合我們 然後長得也滿可愛的 就是然後他就跟我講 妳是不是不太會理財 不太會理財 我想說天啊 他怎麼會知道 他好瞭解喔 超厲害 後來他就拿了一份 新的基金 然後是另外一家的 後來我就簽了 但後來我就想說 那他反正 他應該又是要跟我在一起的吧 然後當我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有一種病 我都沒有告訴任何人 我對感情過敏 什麼 好可憐 然後就笑我男孩 你是不是這麼貼 可是我相信他 他就說 我都沒有告訴別人 我有這方面的疾病 我覺得他後面是對你過敏 可是他說看過很多醫生 都救不了他 他說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妳可以救救我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該怎麼愛人 好吧 甜甜 可是我們沒辦法救妳 因為我們這一集聊得 不是舊感情 只要救妳 存款 所以等於說我這個解掉 我會去買那個基金 其實他做錯一件事情 因為儲蓄險 如果中途解約的話 其實是最傷的 所以要請燕麗姐來告訴大家 就說這個鄰骨 基金 儲蓄險 到底哪一個是強迫存錢 效果是最好的 好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 強迫儲蓄嘛 所以我的答案是3 那其實剛剛靖美媚 提到的這三個工具 鄰骨 基金 儲蓄險 它各有它不同的 一個特色跟功能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是 每個月定期定額 不管是買鄰骨 或者是買基金 其實也能達到 強迫儲蓄的一個效果 可是投資理財 我個人覺得 滿違反人性的 比如說像小潔 可能你看到說 股價在跌 基金基金是在跌 或者是妳前面的錢 全都花光 這個月剛好就是沒有錢 繼續扣款 那怎麼辦 也不會處罰嘛 反正就是妳戶頭以頭沒錢 就暫停扣款 對 就暫停扣款 也就是妳會失去一些 累積財富的一些功能 可是相較之下呢 我們剛剛提的這個儲蓄險 因為剛剛靖美媚有提到 就是呢 不管妳是買六年期 或十年期 或者是二十年期的 只要妳中途沒有繼續繳 那妳就會有 必須繳一筆所謂的一個違約金 那這個違約金呢 其實每一家的保險公司 算法不太一樣 那我舉一家比較公盈的 這個保險公司來說好了 那我這個朋友呢 他是買六年期的一個儲蓄險 他找到第五年 剛好家裡有點急用 所以他必須把他的 這份保單解約 好可惜喔 對 其實已經找到第五年 只差一年了 解約的當下 後來算了一下呢 他只拿回來八十五%的本金 也就是只差一年 可是呢 他損失的是高達十五%的一個 其實是有一點可惜的 所以要幫大家釐清的一個觀念是 零股跟基金 他的波動當然是會比儲蓄險來得高 可是如果你選對標的的話 當然你賺錢的機率也是比較高的 那相較之下呢 儲蓄險他確實比較能夠 達到強迫儲蓄的一個效果 可是呢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呢 雖然你有一部分的保障 但是那個保障是不是你需要的 對 以及 以及他就是強迫儲蓄 他可以幫你把錢留下來 但他沒有辦法幫你把錢變大 我舉個實際的一個例子 那像有一個 竹科的工程師 大家會覺得竹科的工程師 數學應該很好對不對 對啊 沒有 他就是那種 會寫程式 但數學並不好的 那 有這種工程師喔 其實也還蠻多 他們其實很多理財 他們很多理財觀念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是喔 然後就是 花了六十萬的儲蓄險 那剛好也是在另外一個場合裡頭 他碰到我啦 然後泡泡的我的其他的一個朋友 他就把他的保單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就因為網路上都有一些 試算的一個軟體 那我們就當下幫他算一算啊 包括他的一個作業成本啊 什麼什麼 全部扣掉之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真正的投報率是不到2% 1%多 說什麼啊 1%多只比銀行定存1%要來得好 而且他還趕不上通貨膨脹耶 對 完全趕不上通貨膨脹 通貨我們大概就是以3%來算嘛 那他就覺得有點灰心啦 所以他又回去找他的一個原來的那個保險的業務員 我就跟他說 那個燕莉姐還有他的朋友啊 跟我說 我這張保單其實是不到2%左右1%多啦 我覺得我買這個好像沒有很划算 可是因為他錢已經繳了 那後來他的保險業務 我覺得也蠻能幹的 就跟他說 那沒關係啊 那你就再把金額加上去嘛 那這樣子 你到時候領懷的錢比較多 雖然呢 那還不是一樣的利率 對 可是我就說他數學觀念不好嘛 所以他的保險業務就跟他說 你原來買60萬嘛 那你現在再加買 一百四十萬 你變成買兩百萬 到時候你還是可以領回兩百多萬 這樣多划算 他一聽 對耶 總金額變多了 所以他的利率還就是只有一%多 對 所以其實 他好需要取一個聰明一點的另外一半 他長得怎樣 他長得也還可以啦 甜甜 甜甜 你絕對不能 甜甜 他這個概念比你還差 對 為什麼我騙不到你 他只做他 你可以騙他 我拯救他 所以像這種竹科工程師 或者是很多人他的理財觀念 比較不好的話 那純粹只是想要把錢留下 我覺得除去錢是滿適合的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其實平常 就是像剛剛那個立方姐講的 就是要開源節流 那大家都是想省錢 但有時候真的越省花越多 對啊 就是省小錢花大錢 就是很多這種消費陷阱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周遭都會遇到過 對不對 對 沒錯 曾經有一個媽媽 她來做法律諮詢 然後大家知道 各位年輕的貌美的女性 你們都喜歡用什麼 精華液 她就說 市售一罐精華液兩千五 一定要的啊 對 沒錯 然後她在網路上搜尋 她發現 市售百貨公司賣兩千五 結果她在網路上看到是一千五 一千耶 賺到 現賺多少 現賺一千元 對啊 她立刻找她朋友 買了十罐 團購十罐 看可不可以再殺價殺個八折 那買了十罐還不夠 她想說這個生意也太好做 我只要賣出多少 賣兩千 一定有人跟她買嘛 因為你去百貨公司買兩千五 我買的 我買竟然是一千五 可是我賣給你是兩千塊 還可以賺五百塊 所以她就 她想說一百罐 一罐五百 至少還有多少 好有生意頭條 一百罐五十是多少 有人是下的 五千 五千 歷史數學也不太好 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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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塊她說太棒了 五萬塊可以做什麼事 人生突然變得美好了 可以出國一趟 對 香港的喔 她至少你知道她至少她就去了 因為她住中央山北路 中央山北路有一家 非常有名五星級飯店 金圈飯店 然後裡面最好吃就是什麼 牛排館 她就去牛排 她跟她老公兩個人 點了牛排又點了龍蝦 那一餐就花一萬塊 哇 就是五萬塊 還沒有放到口袋 她就已經先花一萬 合理啊 沒錯 吃完走在中央山北路 很多精品店 看到包包喜歡 又買了兩個 又花了四萬塊 她想說 她買的包包像鮮魚的喔 她就已經花五萬塊 吃大餐跟買了兩個包包 結果第一天打去 然後對方有小姐接 她就跟她 小姐跟她說 我們現在訂單太多了 抱歉 麻煩你明天再來確認好不好 第二天再打去 小姐說 不好意思 明天馬上回你電話 電話馬上掛斷 她心裡想說怪了 怪怪的 怪了 第三天打去 你知道怎麼樣 空號 空號 沒有錯 空號就消失了 然後她後來就是 透過律師事務所 我們去找這一家 所謂的 因為她只在網路上看到 這種很難找吧 結果大家知道 一家公司你要成立 你一定要去這個商業師 去登記 結果找不到這家公司 空號 對 可是重點是 她的錢已經匯過去了 她又匯了 然後又已經把賺的錢都花了 都都吃了 她又超過 包包也買了 包包也買了 她也吃了 錢也匯了 但是這家公司 根本就是所謂的 這個空頭公司 或者說 她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公司 所以像這種狀況 大家知道要怎麼辦 其實我們現在 找我 對 找我之外 那律師我會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有一個 你就 懲罰他 為什麼吃這麼多 開玩笑啦 我們現在有一個 他就是專門 在網路上巡邏 然後蒐集相關的證物 所以如果發生這個事情 除了找陳律師 我們可以來協助你 去找這個電信警察 他可以從這個網路的IP 去追到這家公司 然後把相關的負責人 繩之以法 其實我常覺得我是在 我覺得我跟他們兩個 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我覺得我 我是在投資我自己 因為比如說當你 這樣聽起來很正面喔 很正面 因為當你有了一筆錢 那我們就很反面喔 不是 當你終於存到 一筆一二十萬的時候 對 然後可是你那時候就會慢慢發現 啊 完了 你變胖了 你需要去花一筆錢去減肥 然後 不是不是 我真的跟你講 因為呢 每一次我當 我身上有一筆 那你一直看 你現在就貼一堆花下 有人照片不就好了嗎 不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減肥 我都會花很多錢去 譬如說直銷類的 然後一筆都是一二 一二十萬起用的 這麼大筆 減肥 就是你當下 你是往正面的想啊 我想說我這一筆 一二十萬花下去之後 我的人生就會變得美好 可能可以賺四十萬 或六十萬回來 對 因為你變瘦了 工作就更多 或者是當有一筆 一二十萬出來的時候 就會想要矯正牙齒 然後矯正牙齒 也是十幾萬起跳的東西 然後反正就是 錢好像在身上 留不住 它就是留不住 然後你就會 很多東西看到 你就會覺得 它應該 應該要這樣 給我 還花了十二萬 去學唱歌 真的 那我覺得那老師太狠了 他沒有告訴你 放棄嗎 因為這種東西是天生的 對 就像我不會純到說 我要加入籃球隊 不可能 對 那你也不可能說 你要變成 很帥這樣子 也沒有必要 你們三個都是 我們負面教材 看完之後 觀眾都沒清晰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 請湯老師來幫我們出底一下 看看我們最近 會不會我們跟這三個 負面教材不一樣 我們比較有一點存錢 靠一點運氣好了 對 能不能守住我們的錢 對 錢呢 守下來才是你的錢 如果左進右出的話 其實也滿悲傷的 所以你要拼你的 第一直覺 第一印象 那個下好離手 我們的數字呢 就是我們要設什麼呢 未來一個月呢 我可以守住財富嗎 根本的數字呢 第一組就是四六一 第二個就是六二一 第三個四三六 第四個是一七六 完蛋了 你選什麼 我跟小哈居然選一樣的 怎麼會這麼衰 完蛋 你慘了 你慘了 你等下要吃四把肥 我沒有 你慘了 我選二 我選六二一 你跟他們三個負面教材 完全不一樣耶 我沒有看喔 我平行學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康老師公布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組呢 如果想要這個 一七六呢 守財能力有七十分喔 七十分 這個呢 可以啊 可以了 要守住錢 老師你手上的水晶是哪裡買的 我買這麼多水晶耶 好用 待會告訴你 好 講到第四個這一組的數字呢 代表就是說呢 未來一個月呢 其實你的財運呢 是還是平平的 但是呢 會有一些想要花錢的慾望 可是你會發現說 當你想要花錢的慾望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 其實我的收入呢 好像也沒有增加 可是如果你買了之後呢 你就會有點 心裡會有點恐懼 因為覺得 怕錢花出去之後呢 會沒有錢 因為收入有限 所以這個掛像告訴你就是說呢 你的錢財呢 就還是要把它收好 然後降低你的慾望呢 你就不會破財 然後即使平平的 鼠年守得住 你就可以忘孕十二年 然後就不輸了 拚了 第四個 好 然後第三個 好 然後第三個呢 甜甜還有允潔所選到的 這個四十三六呢 未來一個月呢 就是守財能力有一百分喔 耶 好多啊 半生了 但是 你知道這一兩個月都不減氣 沒有工作進來 對啊 就當你守得住啊 就是一場空 天聽你老師怎麼說 對啊 是 未來一個月呢 其實當大家覺得不景氣的時候呢 發現不景氣這一波當中 你就是最景氣的 你還是 因為別人都不好嘛 但是你相對好 相對好 相對好其實表示 你就是有精采的機會 對 那如果大家都好的時候 你也更好 不會被問候 對 不會有那種 要騙你錢 我跟你講我真的都封鎖了 封鎖三十個 感情的騙子不會來啦 讚 那所以要 你選到這個掛像 代表就是說呢 其實如果說你最近有一些 想要存錢的這樣的一個念頭 你趕快去做 去做你會做 對 例如說可能有些人 想要趁這一波景氣當中 去買房子或去自產 那你就趕快去買 因為你的 直覺還不錯 而且很重要 對 OK 好 那選到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佩生姐 所選到的 或觀眾朋友選到的話呢 有一點破財危機 那這個破財危機 代表就是說呢 最近可能花錢的慾望 有比較多一點點 可能覺得壓力比較大 或是覺得想要改變她生活 或是想要家具哪裡要換 該怎麼樣用 你就覺得說好像新鮮感多了 慾望也會跟得多 所以要降低你的慾望 才不會有破財的問題 然後選上這個掛像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要提醒的 就是 天上掉下來的 絕對不會是禮物 慧慧 慧慧 好可怕喔 我很容易被鳥拉石 你知道嗎 像這個頭髮顏色的關係 而且書蓋 真的... 所以如果說是 你覺得不是你自己 辛苦 勞力得到的東西呢 都還是盡量 不要避免一些投資 或是有些利益多的東西 不要去提醒 就沒有問題了 好 第一個呢 如果選到這一組數字的話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 四六一 守財能力有九十分喔 好 天一姐 對 天一姐 不要人賣通且賣 表示說你要聽信專業 那如果本身是專業的 理財專家的話 那他本身還是可以守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一些 想要例如說投資的朋友 你真的要聽信專業 你會因為聽信專業 而得到不錯的建議跟財富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這個立方姐再給大家一點提醒 就是說我如果真的很想要存錢 我會不會有一些生活態度上 其實應該要注意 其實就是我覺得 你一定要想辦法 像小翰 我如果叫你 不要去吃好料 你一定很難吧 對啊 但是呢 而且他會心情很不好 對啊 但是你可以做的是什麼 你幫自己訂上限 什麼上限 比如說出國 你能不能訂說 好 我一年 不要每個月出去 我頂多 例如一年去最多三趟到五趟 這樣子 然後你約定 如果我去了歐洲 這就算兩趟囉 因為這是比較貴嘛 對 然後如果說 不能不逛 便利商店 藥妝店對不對 好 一次 你就不要去BB 也不要任何的配都不要用 你就用現金 你就讓自己規定 好啦 我不管買飲料買什麼 巧克力買什麼都可以 頂多頂多 一百塊或兩百塊 現金喔 約束自己 我也沒有叫你不要逛啊 是很難耶 很難 對 因為網路現在有二十四小時到貨 也很快耶 OK 所以我覺得對付甜甜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大家沒事找她出去 不要讓她關在家裡 宅在家裡 看那些直播 然後真的 你都沒有辦法剁手的話怎麼辦 你就規定自己一個月 至少要存多少比例 像我們這種上班族 你就規定自己 例如一個月 我就至少存10% 你有辦法就存20% 不要說我一個月薪水五萬 我就至少存五千塊 一萬塊 直接把這個錢 先受定一個目標對不對 對 你就把這個錢 存到另外一個賬戶 你說怎麼辦 我也是會用網路銀行 把它轉到另一個賬戶 因為提關卡 把它ATM領出來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把存折都撕爛囉 然後我真的太缺錢 我就拿身分證跟印章去領 對 先跟我們說責責 真的... 那這種有兩個方法可解 第一個就是你去開戶的時候 你就申請我不要金融卡 你錢根本就不會有機會 你出來 現在是有無卡提款你知道嗎 不然你不要申請就好了 還有一個辦法 你們就去申請支票 然後跳票 你們的信用就變很爛 你們就什麼都不能申請 對不對 陳律師 什麼東西啦 你就自己先跳票 第二個方法就找一個 你可以信任的家人 比如說你的媽媽 你就請入到他的戶頭 你要確保他不會幫你花掉 對 那錢就是存得住這樣 所以我們要來帶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們真的很想要 趕快存到一百萬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呢 我們的題目就是 這個下鍊哪一個存錢法 一年可以讓你存到最多錢 你們要趕快舉牌 反應快一點 就是用數學題 對 第一個選項 每天存五十塊 存三百六十五天 第二個選項 第一天存一塊錢 第二天存兩塊錢 第三天存三塊錢 然後這樣一直累積累積 到三百六十五天的時候 存三百六十五塊 第三個選項是 每個月存一千五百塊的訂存 送到銀行 三 對啊 都選訂存 訂了 對啊 對啊 交給銀行去處理就好了 對 而且前面兩個對我來講 太複雜了 第二個那個會忘記 已經存到幾天了 對 對 那個存不下來的 對 所以立方姐 他們有人答對嗎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他們的答案都是 這三種裡面存到 一年後存到最少的 一千五耶 一千五耶 怎麼可能 立方姐數字會說話 快點帶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 存最多的是二 二 可以相信嗎 你這樣子每天存 雖然很麻煩 你還要 可是一年可以存六萬多 因為二的話 它有負利的效果對不對 因為它是累進半一年 而且你要想 你到最後一個月 你到十二月的時候 你每一天都是存三百塊 對 你三十天就已經九千塊了 對 然後你們的方法 一年只能存一萬八 你們的表情好旺桑喔 你們不敢相信那個 對 他們還轉不過來 那二怎麼算的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 五加到三塊 第二天兩塊 第三天三塊 第四天四塊 第五天五塊這樣子 我哪有那麼多一塊兩塊的可以 好 沒關係 大家現在覺得很困擾 頭很暈對不對 想說我怎麼可能 萬一到一百八十九天 誰還記得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來教教大家 到底有什麼樣的存錢方法 是比較有效率的 好 其實我們網路上 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存錢方法 比如我們常常見的什麼 三三三 或一三六 或者是五三二等等的 那其實我這邊 就是我們製作單位 也幫我們整理了很多 比方說像333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就是用這所謂的 三分之一的概念 是 對 三分之一我存起來 三分之一呢 我就說生活的消費 另外三分之一 我做一些緊急的 預備金的概念 放在銀行這樣 所以至少你每個月 就可以存下至少三分之一 對不對 對 我建議這種333的方法 是建議這種所謂的單身 而且是吃家裡 住家裡的 你才有辦法就是說 你在生活的開銷 可以控制在三分之一 那第二種方法是136 這個是在我們做財務規劃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什麼叫136呢 就是我把收入的一成 10%來做風險的規劃 像買保險這樣子 那三成去做投資理財 那另外六成就用來 做我生活的開銷 所以這個就適合一些 雙薪的家庭 就是已經結婚 或是有小孩的這個家庭 另外一個532 它就是導過來就是說 我可能只有花 例如五成在做生活的 這個消費的部分 但是另外兩成的部分 去做有些儲蓄的規劃 那這種就比較適合 像頂客族 這種比較注重生活 或者是我出國 所以樂活消費是主於娛樂上面 娛樂 雨不花這比錢也沒有關係的 那或者是旅遊 去玩這種的 那就是比較注重生活品質 頂客族啦 或者是先單身貴族這樣子 對 然後而且 其實立方姐這表格 其實沒有很困難達成 為什麼 因為她抓的基礎算法 是月薪 是可以達到存十年 如果就算是雙薪有小孩的 她十年 她也可以存到一百零八萬 對不對 所以感覺這個目標 大家是可以努力一下的 對 好 那我們再請教一下 燕莉姐有沒有想要 更快存到一百萬 我們有什麼投資建議呢 那當然你就是要買股票跟基金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再三跟大家強調 儲蓄錢就是不會 讓你把錢變淡 但好歹會留下來 可是我們都很貪心嘛對不對 希望錢一年大一春 因為理財工具很多 我建議大家是比較簡單的 理財的一個方法 我們就買 買ETF 大家要注重一個新法 就是因為 包括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以台股來說 大概平均三到五年 是一個循環 所以你買了ETF之後呢 至少要放三到五年以上 它獲利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那更簡單來說 我覺得他們已經開始有點疑惑 有 開始神油的感覺 更簡單來說 簡單的 簡單的 你追聽後面的重點 更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買的是台股ETF的話 過去這十五年 平均的年化報酬率 就有幾檔 大概是在七%左右 那美股更好了 美股平均會落在 八到十%之間 那所以呢 像剛剛麗芳 他教大家的這個存錢法式 以月薪三萬的人來說 對不對 每個月拿一萬塊 我買台股ETF好了 那我幫大家算了一下 放七年 因為平均報酬率 我是抓七%來算的話 大概七年之後 就會有一百零三萬 那美股好一點嘛 美股ETF10% 然後放六年 大概就是九十八萬 也是一百萬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會建議 大概有幾個方式 就是第一個方式 你可以去買比較 這個比較有口碑的 台股的ETF 或者是美股的ETF 那重點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要定期定額 然後你要耐心持有 就是利盡一個多口 什麼是ETF 不是叫股票指數型基金 如果你要單筆買 你可以去券商買 如果你要定期定額 你要去銀行買 你也可以去投信買 那你就去銀行 跟他說你要買ETF 問你的李專 對 問你的李專 找一個帥一點的問一下 你比較聽得進去 對 那如果說 大家覺得這個有點複雜的話 我介紹另外一種方式 其實是我同事們 他們在做的 他們就一群年輕人 然後他們覺得說 股票他們不是很熟悉 他們比較熟悉的是房地產 因為是我同事 也是房地產公司的同事 那他們就是集資 鎖定四百萬的一個房子 那頭款的話 包括裝潢大概是一百多 對不對 頭款加裝潢一百多 就一個人呢 大概是出二十萬 那五個人 那就一百萬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同事他們的做法是呢 他們會鎖定中南部 然後屋齡比較高的一些房子 因為新房子鐵定貴的 對 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年以上的一個房子 然後重新整理之後呢 他在想辦法 至少是買三間的房子 就是說 三個房間 三個房間 對 然後重新整理之後呢 租 對 租出去 然後呢 那因為你又裝潢得滿漂亮的嘛 所以他的租金頭暴率 大概是七% 六到七%之間 而且中南部期 過去這一年買氣非常的好 那他們又是買在相對的一個 低點的一個位置 所以他光是房價的部分 大概也賺了一成 然後租金呢 一年有六到七% 所以他等於這個 這個物件的淘寶率 大概就是十六十七%了 可是他有個前提 就是這五個人裡頭 彼此要分工 有一個可能是要對 銀行貸款很熟悉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對中南部的房地產 很熟悉 所以就是呢 我覺得賺錢沒有太容易 但也沒有太困難 就是你要自己有興趣 然後願意花時間做功課 不然聽到這我看 小潔又在開始搖頭 他覺得很困難 他在想他去學唱歌 十二萬 而且其實像我們這個存法 就是說存一年是十二萬 存十年 絕對不可能是一百二十萬 因為就是還有利息 加上做多次你用定存 或是像剛剛 燕利姐講的這個方法 投資的話 其實錢都可以 錢滾錢變更大的 但是呢 就是你好不容易存到錢了 一定就會想要投資嘛 對不對 要幫你攢兩個子回來 所以我們要更懂得投資理財 但是有很多的銷售話術 其實是有陷阱的 有可能會觸發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如果呢 李專跟妳說 保證年獲率一% 再來是第二個選擇 年獲率超過百分之四十 這麼好賺 別人都不知道會長 我只告訴你喔 好 來 這三個選項 你們覺得哪一個會觸發呢 我們今天都選一樣了耶 超高的 對啊 所以你們兩個程度差不多 好 陳律師呢 我現在來公佈 到底哪一個可能是觸發呢 答案是 二 是不是 大家已經覺得很奇怪 感覺好像 可是有可能啊 好像三是內線交易是不是 好 那我來解釋 我要先跟大家講兩個法條 大家記得 民法二百零三條 它規定說 如果我們在投資的過程 如果沒有約定任何利率 怎麼辦 怎麼辦 結論就是 就是這樣 不管幾年嗎 不管時間嗎 年利率五% 年利率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條文就是 民法的兩百零五條 那年利率有沒有上限 我如果規定 我如果約定說 四十%可不可以 其實不行的 我們年利率的上限是 二十 所以你超過二十%的之後 怎麼辦 你沒有請求權 你在法律上是不可以主張的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規定 第一個選項一 它是說年利率是一% 那當然OK 合覆法律規定 第二個年利率超過二十% 他說四十% 所以第二個是處法 所以小哈是正確的 高利法 而且太誇張了 那第三個 大家覺得毛毛的 為什麼第三個 別人都不知道 我只告訴你 這好像是內線交易 可是前提是內線交易 在證券交易法裡面 沒有規定 是我本身 我要賣給你股票這個人 我本身是在這個行業裡面的 營業員 那我賣出去的人 可能是我的這個 或者說我要賺錢的對象 這個人可能是我的親朋好友 但是如果你跟我 比如說我跟小甜甜 我們沒有任何的婚姻 我們沒有任何親屬關係 其實我把內線釋放給你是OK的 所以三其實是沒有處法 你就沒有寫清楚 寫清楚你會明白嗎 重點 為什麼他只告訴你 有這麼好的事嗎 對啊 所以就有問題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掏空公司 他的企劃 然後後來默默地繩一筆 然後拿出錄音筆 丟在法庭上 然後這個就算了 你還是去買水晶吧 對 我已經要問了 對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很想知道 到底這新的一年 我們的財運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好的搬錢法 我們在家裡可以做法 幫助自己嗎 對 錢存下來才是你的錢 其實我覺得保本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都覺得說 可能這個錢拆一拆去 那我個人有幾個心法 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你要強迫 強迫自己一定要存錢 對 第二個你一定要分散 就是說你的錢 就是一定要分散在別的戶頭裡面 你不可以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第三個來講的話 就是你要有耐心 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可能存到一半之後 就趕快想要把它解約 把它弄掉 所以耐心是要培養的 第四個最重要是 忘了你自己有錢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自己身邊還有錢 我還有多少錢 就想盡辦法 想把它拿出來花掉 所以我常常都會忘記 我自己有多少錢 但是如果你要開運的方法 來講的話 其實2020年我覺得 像我自己每次都 每一年都在做的 例如像每一年的銀行 都一定會發那個柴水 例如說它都會跟你說 我的那個礦泉水 是放在金庫裡面的 對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很有效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它可以接觸 很多柴運的能量 例如說水本身有技藝的功效 那那個水到底可不可以喝掉 可以喝 可以喝 可以喝掉 對 像我的話 如果說銀行跟你交情還不錯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VIP 或者是你的朋友是VIP 你可以跟他要一兩罐 那我可能就是我會把三罐 把它放在就是我每一年的 財位的方面 對 像2020年的財位 我覺得對面三位 真的超茫然 想說還有發財水 這種東西都沒有接觸過 有些人會把水 掉在一個那個 那種紅布條上面 然後上面說你叫樓大喊 這個是對的嗎 那是必要合鋼 那到底是衰了 你還去接他的衰 你拜託了 可是因為現在很多 其實銀行都改送一元的硬幣 對 有發財金 對 只要你的這個東西 是從銀行拿過來就有 因為銀行畢竟 還是最多錢的地方 那如果每天都去銀行 待個半個小時呢 吹冷氣嗎 而且還有一個是過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大的廟宇裡面 也有那個發財金 還有大錢換價錢 對 那個發財金 是不是也可以收好 只要是吉祥寓益的都好 那放到財位 那財位的話每一年不同 像2020的話 2020年是 所以你就把這些東西 放在西北方 那假設如果你覺得說 我都取不到這些東西 最突發煉鋼的方式 就是在西北方 我們可以放一個純錢筒 對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不喜歡零錢在口袋 但是我很喜歡用 我很歡迎耶 零錢 零錢 眼界放大一點 不要拿零錢拿大鈔 對 但是我就可以 善用零錢的存錢的方式 只要這樣一年存下來呢 最起碼都有三萬塊 有 那個有好幾萬耶 我家裡是有一隻豬 有一隻豬 那種以前那種塑膠 是不是你的臉膜就開到 你送我 好笑喔 對 所以像這種方法的話 就是說讓你的財位呢 每一天 每年都有錢在這個地方 自然呢 你就會跟財呢 財神比較接近 可是老師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要怎麼知道說 財位西北方 那我要怎麼知道哪裡是西北方 對 像他手機有APP 手機不是用紫北針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也是從進去 你如果我們家的門進去 然後是要哪一個方向算 基本上 真的喔 對啊 他就是用紫北針啊 對 他就會弄自己吧 不是 你人在這個方向 他就會弄自己吧 你看他們兩個 真的同一個等級 對 不過他們兩個很笨耶 你知道 不過至少知道不會 包圍不會因為你轉哪個 就晃了 不一樣吧 媽呀 你知道太陽升起從東邊嗎 那邊就是東邊 你看你家 你站在你家 所以是太陽下山的地方 西北邊 對 你就往那個方向 你就往太陽下進去吧 拿手機出來看就可以了 對 他往哪裡指就是哪裡的 對 然後找到那個 西北方的角落的地方 角落啊 一定要角落嗎 因為角落才可以聚氣 好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最後的成績囉 我們的小潔目前是一分 舔潔 依然有兩分 小哈目前也是兩分 所以我們恭喜舔潔跟小哈 一個人可以各獲得 五千元禮財金 恭喜 我恭喜舔潔 同班我也高興不起來 他就走 但是我們期許你們兩位 可以在這個 就現在還算青春 趕快把這個理財金五千塊 好好留起來 好 好 存下自己的第一桶金 也祝福我們的觀眾朋友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趕快來訂閱 趕快來訂閱 好 認真 結婚樂 謝謝